就在本牆有866人占86% 金融市長謝國良出席治安會報 聽取警察局執行先友善專案報告 先友善政策將在3月1日起全面取締違規 而警察局今年獲得裝部補助 建置車輛為里讓行人科技執法設備 預計在今年9月底完成建置 動案商場、惡性循環站及海洋廣場 行人穿越道、來往、人潮頻繁 為本市未停讓行人依照式的入口熱點 本局在112年徵取交通部補助建置車輛 為里讓行人的科技執法設備 相關的計畫已經獲得交通部審核同意 全額補助新台幣300萬元整 預計於今年的9月30日前可以建置完成 這個2月13號就是兒童開學 上個禮拜一 所以我們也配合教育處跟護優隊 在我們全市的41個小學 我們責定交通比較複雜 學生比較多的23處實施不同專案 就是早上7點到8點 下午就是4點到5點 如果禮拜三是12點到13點 這一部分我們還是會持續 也利用這個不同專案 也宣導這些學生向下扎根 我們一定要以讓心的 這部分的各局處特別是教育處 多給我們配合跟宣導 而推動行人友善城市 市長謝國良強調這是一項投資 希望吸引更多遊客來到基隆觀光 個人未來非常期待在很快不久的將來 基隆就可以成為台灣最友善的一個路口 跟最友善的一個道路的城市 那我認為我們只要達到了這個狀態 對我們吸引國內及國際的觀光 對我們吸引大人家長帶的小朋友 來基隆玩吃享受城市跟週末的生活 一定會有很大的助益 所以我才會用投資來形容 我們把我們這個路口友善 行人友善的業務做得好 相信就是對我們改善城市最大的投資 謝國良也感謝警察局各單位同仁全力協助 相信不久將來民眾會養成習慣 讓基隆成為對行人最友善的城市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